你认为马清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么你希望这样的辉煌吗 那么你怎么做到 那么他就说 这一个领袖 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心血 更有过力的年轻人来领导 那么他问你 你认为谁最有过力 他这个问题没有 问题没有很多问题哦 对 第一呢就是马清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人说啊 马清最辉煌的时候 大家都说是广财的年代 从广财当马清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花名叫做小老总 为什么叫小老总呢 就是他在马清的时候 都有很多很多的议员 所以那个叫做是马清最辉煌的时候 当然马清最辉煌的时候 所以 it depends on整个局势对我而言 广财的年代我们也许 对我们来讲很遥远了 过去是很遥远 现在要回去一模一样也非常的是遥远 但是如果马清没有办法制定自己要的方向 跟这个铁定了心要做的是什么 纯粹是学你说的 没有办法在议题上扛起一定的责任的话 我觉得马清的路是非常难走的 所以我主张的就是 别把马清放在一旁当作是点缀 当作是感觉好像有在重用年轻人一样 这位年轻人应该要看empower 你到底empower了年轻人多少 在党内empower年年轻人多少 这可以直接影响 接下来你的党可以争取到多少年轻的选票 因为当大家都在看 如果你党内年轻人不被empower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我看你来给我拿票的时候也是social social only 你党内根本不重视年轻人的这个看法 所以这个是目前最辛苦的事情来的 然后他的接下来问题是 来潮跟在野当中 你认为哪一个年轻人是最有魄力的 我曾经就有在潮和在野 我觉得Syx Tadic他真的有去努力了 当他是部长的时候 他要推这个UMP18的时候 他也很努力的向每一个人解释等等 包括我 包括我是在野党的 其中一位这个小的党的领袖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愿意去一起来谈这个议题 当我们转换了身份之后 我在国会再遇到他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他 如果for the sake of年轻人好的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他当时是恍然大悟的觉得 Are you sure 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来了 所以我觉得 他有没有感动流泪啊 你这样讲 他的感觉 那时候的那个反应是很大的反应 Are you sure 那时候我就觉得 Why not 然后就开始了 我们就继续谈了一下 Why not 但是我最近的看到他在推动Muda的时候 很多人说Muda他有他的成功 因为很多年轻人过去 我只想说一句话的就是 因为他有他一定的吸引力 毕竟他曾经做过政府 然后在短期内也没有犯太多错误 然后他可以把之前政府可以做的东西 把它enlash或者beautify 然后他把他想要做的都可以讲到 因为现在是反对党嘛 就可以可以就是说到很长远 或者说到很伟大 但是不要过度的吹风 或过度的enlash这一个问题 不然的话年轻人听了盲目的感觉 感觉良好就意义的这样子冲过去 我觉得这样子对年轻人不是一个好的发展 OK Eric Chan他就问说 马华在巫统和土团党的分歧之间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巫统退出国盟的话 马华会追随吗 那么接下来就是 如果硬硬要二选一的话 马华是选择巫统呢 还是土团党 来 第一啊 第一个问题是 统跟土团党的分歧之间 马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不用我回答 你看到这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上演的一幕又一幕的 这一个你看到马华在扮演什么角色了 就是 朵龙一家不注意的 不要盲目的为了反而反 我觉得可以看到了啦 in short summary就是这个 第二硬硬的要选 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 哪里可以这样子来答叻 你又给我很客套的这个谈话了吗 这个太假设性了吗 哪里怎么可能有硬硬要选 是不是 所以就不选择了 就跟着大队 就跟着国阵的情况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答案 不是跟住 不是跟住 是可以影响国阵的决定 可以影响国阵的决定 OK 好 应该叛远的就是要影响国阵 在做不对的决定 感觉不对决定的时候 要当机立断的 要说出我们的这个说法看法 OK 那么这里Desmond Chan他讲说 马卿成员多次批评大专生参证 这一点可能要理解一下 到底马卿的成员 有没有多次批评大专生参证 这个是他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马卿还成立了 Club Mahasiswa MCA 就是马华大专生俱乐部呢 那么这个俱乐部 到底他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 其实我并不觉得马卿团圆 什么多次批评大专生参证 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 他应该是问错问题了 第一 马卿没有批评大专生参证 马卿不想大专生在 在借洽政治的时候 去到回不了同的那一个方向 这个是马卿的主张 然后成立这个MCA Sysaw Club 我觉得他第一个问题问了为什么反对 但是我们去成立那个Club 所以第一个问题如果是不成立的话 他第二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用问的 什么意思呢 MCA Sysaw Club 是一直以来马卿都想成立的 但是当时的那个氛围就是没有太多 我可以直接说没有太多的华裔青年在大专里头 想要去做这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那时候的这个反风事起 大家都觉得如果你靠去这一个帮MCA讲话 你会死的很惨 那个意思就是 但是在509之后大家觉得并不是那回事了 应该的就是他们的选择权 当我的MCA Sysaw Club 还是可以去看看Moodle在做什么 看看DKR在做什么 看看DAP在做什么 我也没有stop他们的 我没有stop他们的 你们看越多你才会知道 你应该要朝哪个方向去 所以MCA Sysaw Club 不是一个应该是说它是一个 extra的一个平台 让这个我们比较 by我们ideology的这一个年轻人 在大专里头的跟我们站在一起 只是这样而已 也没有太多的人 我实际上说的要面对现实就是 我们毕竟不是呼风唤雨 然后就可以遭到很多的人 来比人数等等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 但是反之的就是我一直鼓励 或者主张鼓吹的就是 我们一起去参与 不同的这个种族的这个活动等等 我觉得在我的领导底下 马清多了很多很多跟不同的种族 跟不同政党来交流 来甚至交锋 马华和火箭的共同点就是 枪口永远对准彼此 就是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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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华裔政党就是内战就内行 外战就外行 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那个看法 你应该打他 然后马来人之前的 PKR就交给马来人来打 然后华人就交给这个行动党就交给马来打 就一直就是以华制华 以华制华的这个形式 我们一直都说的以华制华是只有我们最后就最不华 不划算的话最不划 所以这个这个框框还是跳不出来的 当我主张跟这个可以跟这个行动党来一起讨论议题 这个如果对华人好的也来讨论的时候 但是这个又大家都做不出的时候 既然我试了大家都觉得不想去这样子讨论的时候 我就改变了当时的一些思想跟思维 就觉得不然我们就跨越种族的一起来谈 看看谁可以更快的受到不同种族的这个接受度 我们的接受度有多高等等 唯有的就是换了一个chack 换了一个topic 朝向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以华制华慢慢的应该会被淡忘 所以你不要再吵了 好 那个这里最后一道最后一道问题 这是这是我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对 你希望为马青留下什么legacy 你自己希望你领导马青的这段三年期间 你希望留下什么样的legacy 我最希望留下的就是大家想到我领导的马青的时候 就可以想到一股轻流 一股轻流 一股你做不同的 我不敢说一股轻流 但是大胆在党内提出一些 我觉得应该时候跨出去的一些课题议题 都会想到想到我 然后想到很激烈的 为什么是第一个团长可以跟一党同台的 你也想到我 第一个可以去完全参与马来人 更了解马来人政治的你会想到我 第一个突破出去可以把所有年轻人 招在一起不分种族 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工作 可以一起去上街示威的 你也会想到我